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何将心比心 适合心 恪守诚信包含着哪些大智慧 不知廉耻人生会滑向怎样的深渊 狭义精神除了法刀相助 还有哪些新的内涵 穿越历史长廊 品味传统文化 社会与法频道 暑期特别节目 中华法文化 邀您共赴 文化的盛宴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有一个人他去找别人借钱 别人不愿意借给他 他就给别人又是下跪 又是叫爷爷的 搞得别人不好意思 只好把钱借给了他 回来的路上 同行的人就说他 说你这个人借点钱 还给人家下跪 结果他得意的说 等到还钱的时候 有他向我下跪叫爷爷的时候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诚信缺识的一种表现 那么当今社会 诚信危机还有哪些表现呢 商人为了利润的最大化 不惜用变质的材料做成食品 不惜用硫磺来熏制生姜 甚至将黑心棉拿来做成被套 在水果上抛光打蜡 如此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买的水果 你放几个星期 它都不坏 我把它叫做永垂不朽 有一个人呢 喜欢古董 自以为很懂行 有一天呢 他就在市场上 逃到了一个青铜器 卖主跟他说 我这玩意儿 那可是宝贝 西州的 他高价 把这个青铜器买回来 没长高 后来又去找专家鉴定 专家看完了之后 说你这个不是西州的 是三个人 不过三个星期才造出来的假货 大街上的乞丐 或者唱着悲惨的歌曲 或者在地上用粉笔写下悲惨的声势 本来应当是吹人内下 但是过往的行人 却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你说这些人都没良心了 不是的 是因为人们从很多报道当中得知 乞丐里面也有专门的行骗团伙 叫人真假难辨 连乞丐都有假的 还有什么是真的呢 我看到这么一个例子 获喜能集中体现 诚信缺失的危害 说有个小伙子 他去买烟 他拿了五十块钱 他要买一包二十块钱的烟 结果老板给他找了四十块钱 多找了十块 他揣在兜里就走 老板就说 小伙子烟还没拿呢 小伙子就感动了 就回来 把烟拿了之后 他又摸出十块钱 说老板你还多不让我十块钱呢 他刚刚要走 老板就说 小伙子别走 我再给你换包针的 这老板也被感动了 所以人人害我 我也在害人人 这也就是诚信缺失 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惩罚 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诚信为什么到近代会有所流失 这些年来 我们的社会结构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些变化和诚信的流失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教育和法律在构建诚信的过程中 还能做些什么呢 特别节目中华法文化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 为您继续画诚信 诚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优秀传统文化 为什么到现在却流失了呢 它的原因在哪呢 前面我们讲到诚信文化形成的原因 主要在社会结构 文化教育 法律保障 主要在这三方面 那么诚信缺失的原因 是不是也能从这几个方面去找到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社会结构 我们现在已经由农业文明转向了工业文明 社会结构由熟人社会转向了市民社会 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 大家同住在一个小区彼此都不认识 你避免你的狗 我占我的步 他跳他的爸爸舞 那真是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 人与人之间不需要熟悉 也不会互相帮助 当然也不会互相搓是非 这就是市民文化的基本特征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当中 大多数情况下 人是和陌生人在打交道 不诚信的行为 似乎不会付出更多的代价 所以有一个人 他在市场上去买了一块肉 回家的路上 他突然累急要去上厕所 他一想把肉带到厕所里面 心里想起很个异 我想朋友们肯定也有类似的心理矛盾 于是他就把肉挂在厕所外面 就进去了 这个时候刚好来 这儿还有一块肉呢 不拉白不拉 他就把肉拿下来 刚刚拿下来 里面那个人就出来了 一看他的肉不见了 就跟他说 刚才在这儿 咋肉就不见了呀 这个陌生人赶紧把肉就丢在嘴里 然后批评那个人 说你看你看 你也是太不小心了 你要像我这样 把肉丢在嘴里 然后再去上厕所 怎么也不会丢啊 然后大摇大摆就进厕所了 城市化的发展 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繁荣的同时 也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冷漠 当面骗人都不会脸红的 视频社会还有第二个特点 我们现在的经济形态叫商品经济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各行各业竞争非常激烈 人们内心难以临近 遇到了利益 难免建筑偏锋 难免把诚信的原则抛在脑后 这样用行骗说谎的方法 去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和更好的生存空间 可见了社会结构的演变 正是诚信缺失主要的原因之一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 就是文化教育 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很重视教育 谁敢说不重视 你看看小学要读六年 中学要读六年 很多小孩都读成了眼镜 每个人都变成一记事眼了 才能去上大学 谁能说不重视呢 但是这样重视教育 我总觉得似乎劲使出了地方 自近代以来 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 也抛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 包括诚信的文化传统 1912年国家颁布了一个 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 其中规定 中学小学一律废子读经 传统的经典不再是教学的课本 传统的人意道德也不再是教学的主要内容 甚至有人批判传统的道德是什么呢 中国历史上都写着人意道德几个字 字缝里面却躲着两个字 什么呢 是人 你说这样的传统有什么值得继承的呢 唯恐弃之而不及 所以我们今天重视教育 但是我们割裂了自身的文化传统 我们在诚信这个教育上出了一些偏差 传统的道德教育 它是以为己之学为核心的 什么叫为己之学 就是要先把自己管好 然后再去帮助别人 我们现在的道德教育 似乎变成了为人之学 以他为中心了 什么意思 谈到人己关系的时候 往往是会说 要先人后己 要先集体后个人 要以集体为重 大谈集体主义 在这样的前提下来搞诚心教育 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它的结果肯定只能是玻璃缸里面的金鱼 前途光明 但没有出路 就像三个世纪那个特殊的年代 我们经常要喊一些空口号 那个年代我正上小学 喊的口号是什么呢 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 内井裤腰带也要帮助他人 捡到一分钱 交给警察叔叔 那个年代我们都吃不饱饭 红薯出来吃红薯 土豆出来吃土豆 还要说生活很好 我们一日三餐都不一样 早上吃的是土豆 中午吃的是洋育 晚上吃的是马铃薯 你想在那个年代 在那样的时代 自己都吃不饱 你还要求他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去帮助别人呢 所以在教育这个问题上 如果我们只是大力的开设一些 不切实际的课程 讲一些不顾个人利益的大话 空话和假话 诚信的品格就很难形成 甚至反而会起副作用 那么诚信流失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法律制度 传统社会 维护诚信 主要靠的是刑事法律 比如说商业实信 债务纠纷 往往都用刑罚来制裁 清朝末年法治改革以来 西方的民事行为 不再科刑的观念 被视为先进的法治文明 诚信作为民法当中的 一个基本原则 也就不再用刑罚来调整了 而换成民事责任方式来调整 现行的民法通则当中 规定的民事责任方式 总共有十种 最常见的呢就是返还财产 支付违约金 赔礼道歉 等等 那么中国人长期以来啊 形成了一种法律观念 叫做犯法 只要你违反了国家法律 就叫犯法 犯法了就意味着要打板子 要坐牢甚至要砍头 所以对国法 他有一种敬畏之心 他还怕 近代法治改革以来 人们才发现原来法律当中 还有刑事和民事之分 还有违法与犯罪之别 比如说欠债不还 那你只能用民事方式来制裁我 用什么民事方式啊 就是放还财产 支付违约金 那么在中国人看来 放还财产本来就是应该的 支付违约金呢 不过就是给点利息罢了 这样的惩罚简直就是点到为止 隔靴烧痒 这样的法律简直是温柔又可爱 美丽又大方 根本没有惩罚性质 所以人们呢才敢放手去干 所以民间才有了这样的民意 叫做贷款三千万 从未打算还 公安不敢抓 法院不敢判 公安不能把它当作罪犯抓起来 法院也不能把这种案件 当作刑事案件来判 一个人不守诚信的行为 虽然违法了 但是违法所付出的成本太低 而获取的经济利益太高 他就敢去干 那真是妹妹里大胆的往前走 莫回头 这就导致了诚信精神的逐渐流失 从上面的分析 我们就看到了 社会结构的变迁 文化教育的偏实 还有法律制度维护力度的降低 正是诚信文化传统逐渐消失的主要原因 面对渐渐流失的诚信 我们该如何应对 为什么说诚信不仅仅是一种品格 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这又是怎样的一种人生智慧呢 社会结构的变迁 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 由熟人社会转向市民社会 这个是历史的进步 我们不能反对 我们只能拥护 所以诚信建设 主要是要从文化教育和法律制度 这两块来入手 用文化教育的方法 引导大家守诚信 用法律制度去惩治那些 不守诚信的行为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长期坚持 方能见效 但是在诚信建设这个问题上 文化教育该怎么搞 法律制度该怎么搞 需要全社会的人群测群立 大家都来出主意 想办法 我认为在诚信这个问题上 不管是文化教育也好 法律保障也好 都应当按照两个方向来做 第一个方向 就是把诚实信用 当作一种高尚的品格来追求 作名思想家 循子说 辅臣子 君子之所受益 诚实信用 是君子恪守的人身信条 是一种高尚是一种高尚的品格 一个夸夸其谈的人 一个言而无信的人 一个只会说假话空话的人 他就会被社会鄙视 他永远也成不了君子 某个官员特别喜欢夸大政绩 他给别人说 我这个侠区养的牛又肥又大 牛腿站在江北 牛头还可以伸到江南去吃草 别人就说 看来你还会吹牛皮 你要是不会吹 天下哪来这么大的牛皮 才能包住这么大的牛呢 这个官员又吹 说我这个侠区还是鱼米之乡 我前几天去钓鱼 居然钓起来一只鳖蛋 什么是鳖蛋呢 就是王八下的蛋 别人就说王八蛋光溜溜的 你怎么钓得起来 他说那个王八蛋呢 裹在草里 我的鱼钩刚好挂在草上 就把它扯起来了 别人就骂他说 看来你不但会吹牛皮 还会扯蛋 所以一个说大话假话空话的人 别人当场就可以讽刺你 嘲笑你 反之一个诚实的人 一个守信用的人 就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就能成为君子 鲁埃公曾经问孔子 他说我听说 魏国有一个人叫埃泰他 这个人长得奇丑无比 但是男人和他在一起 会感到很开心 甚至于舍不得离开他 女人呢 纷纷想嫁给他做小老婆 你说这事怪不怪呀 这其中有什么道理呀 孔子就说 爱他他这个人 确实长得很丑 但是他心里美呀 他为什么心里美 因为他有诚实信用的品格 甚至他已经达到了 未言而信的程度 就他不说话 别人都会相信 这正是男人和女人 都愿意跟他在一起的原因 我们今天说某某明星 男女老少同吃 有很多追星主 那是因为他有高超的演技 而两千多年的埃泰他 那也是男女老少同吃 拥有很多粉丝 那是因为他有高尚的品格 一个人能做到诚实为人 泪不起己的时候 他一定是自豪的 历史上那些实惊不昧的人 正是具有这种品格的君子 在今天的生活当中 根据新闻报道 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 有滴哥 滴姐 有机场的直机员 保洁员 有公交车的司机和售票员 甚至还有大陆的保安 当这些施主向他们表达 真诚的谢意的时候 这些人往往会说 不用谢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此时此刻他一定是自豪的 但一个人能做到信守承诺 外不欺人的时候 他一定是高大的 山东青州有一位农民叫郭庆刚 他和人在一起 做收购生姜的生意 2008年生意陷入困境 其他人就把120万的货款给卷跑了 那么面对这本来应该付给江农的货款 郭庆刚没有推脱 没有逃避 而是说了一句 真真誓言 他说砸锅卖铁也要还钱 这个时候 他的形象是高大的 郭庆刚用了五年时间 把这些货款全部付清了 为此他获得了第四届全国 诚实手信道德 诚实手信道德模范的荣誉称号 那么讲到这儿 可能有些人就会反对 说品格再高尚能当饭是吗 良性只几毛钱一斤呢 说有些人呢 不在乎天长地久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 他们只在乎能搞到什么好处 不在乎品格的好坏 对这些人你跟他讲品格高尚 他听不进去 所以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 要给他们讲诚实信用 是一种人生智慧 他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好处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 获兮福之所义 福兮获之所福 不守诚信的行为 表面上看是福 因为你捞取了好处 但是你捞取了这些利益 有可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最后说不定还会给你带来灾难 他就变成了祸 我举个例子来说 春秋时期 齐湘公命令 管治夫和连称这两位将军 去镇守葵丘 这两位将军就问他 守多长时间换房呢 这个时候齐湘公正在吃甜瓜 他顺口就搭到 那明年甜瓜熟的时候就换房 等到第二年甜瓜熟了 换房的部队还不见影子 这两位将军就派人去向齐湘公请示 结果齐湘公不承认有一年之约 然后还说守到明年瓜熟再说 这个消息传回了军云 那些打着行李包准备要回家的士兵们 无不是义愤填膺 大骂国王 不守信用 后来齐湘公到贝丘的尼宫去游玩 结果呢 这两位将军的手下就发动了兵变 也包围了尼宫 把齐湘公给杀死了 历史上称这个事件叫瓜妻不带 齐湘公为他不丑诚信的行为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反之一个诚实的人呢 往往会获得一些影响不到的好处 古时候有一个人姓邢 他身材很矮 所以别人都跟他叫邢矮字 有一次被盗匪给抓住了 道夫人想把他拿来杀人灭口 正要砍他的头的时候 这个行矮字就在那说 哎呀想不到我行矮字 一辈子别人都说矮 这下把头砍了 那不更矮了吗 强盗一听哈哈大笑 觉得这个人还挺幽默的 就把他给放了 这行矮字的实话实说 居然捡了一条命 当然这个例子不足以说明问题 因为他太极端了 但是大家都相信 善有善报的说法 这个说法看起来像是封建迷信 其实他背后是有内在的必然性 第一 一个具有诚实品格的人 他不会欺骗自己 自己认准了目标 他一定会奔着那个目标去做 不达目的事不罢休 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坚强的意志和超强的能力 一旦有机会 他就会走向成功 就是所谓的 你给点阳光 他就会灿烂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句 立直名言 成功的机会 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第二呢 一个具有诚实手心品格的人 就会赢得社会的尊重 就会赢得他人的信任 别人就会给你提供更多的机会 安徽全郊县有一个村民叫刘恩莲 他丈夫死的时候 对外欠下了二十几万的债务 这些债主们一看 现在这个家庭孤儿寡母的 上面还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都不打算再要了 结果刘恩莲教育他的两个女儿说 别人不要 那是别人的事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债务还清 如果我们不还清债务 那别人就会说我们不守信用 如果我们落下了不守信用的名义 那么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就没有办法立足 于是他就坚持白天和晚上去打两份工 省时俭用 用了五年时间 终于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他的行为感动了周围的人 也感动了整个社会 在2014年4月全国文明办主办的 中国好人的评选活动中 刘恩莲顺利入选 而且他还在当地互联的帮助下 顺利的进入了一家工厂工作 意识作性都有保障 这正是诚信给他带来了回报 古人说 智者之律必杂于利害 一个聪明人考虑问题 既要考虑有利的一面 还要考虑有害的一面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不守诚信 很可能会给你带来灾难 而信守承诺 很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利益 我们即便不愿意把诚信 当作一种品格来追求 做一个高尚的人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愿意 把诚信当作一种智慧来对待 做一个聪明的人呢 谢谢大家 再见 联耻是最低的道德标准 古代中国 礼义联耻是维系国家统治的四大支柱 当今社会 联耻的标准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如果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联耻 会产生哪些社会怪象 明天的节目里 龙大宣教授将继续为您解读 联耻